其实这是圣经说 叫做极所不义 义士不义 什么叫忠义 什么叫宽敏 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 你就别强迫别人干 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 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 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之天下 有时候学几个字就够你一辈子了 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签字文 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 记住一个字有时候就够了 就是宽容一点 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 夫子之道忠书而已已 说我老师这一辈子 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书而已 就这么简单 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啊 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 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 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 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 我们老在那想 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 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 一次一次再受伤害 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 我怎么能原谅他呢 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 其实当你一次一次完美这个痛苦的时候 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 所以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说小和尚跟老和尚 两个人呢 这个出去下山化园 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 这个小和尚呢 因为刚入道 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恭看着他师父 一看到有个姑娘要过河 他师父过去问他说 姑娘你想过河呀 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 就背过去了 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 然后背过去放下了 姑娘谢谢老和尚 他师父就领他接着走了 这小和尚也不敢问 说师父怎么这样呢 哎呀走啊走啊 走了二十里地太憋得慌了 终于就问了 说师父啊 我们是出家人呢 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 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 说你看 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 你背了他二十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 就是该放下时且放下 你宽容一点 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 有什么事老哥在心里过不去啊 所以什么叫忍者不忧呢 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 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 就像我们客观的生活中 你说一个人要是遭遇失业啊 婚变呢 朋友背叛呢 亲人离去啊 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 他对你算大事还是小事 这没有客观标准 这就像说 一寸长的口子算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 如果要是说在一个娇弟弟的小姑娘身上 那肯定是个大伤 他能歇乎一星期 他老疼老上药老看着 如果是一个粗粗拉拉大小伙子 不小心踢球腿碰破了 他可能从伤到这个伤好 一直就不知道 这也是个伤口 就完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 究竟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还是一个粗粗拉拉的大小伙子 这件事情靠我们修炼能做到 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 他告诉你 你可以做得到 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不要去强加别人 自己快乐的事情 自己就更多做一点 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更多地去帮助别人 论语告诉我们 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 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我们常说 与人玫瑰省留余香 其实 给予比获取 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 人数为核心 这是孔夫子 儒家理论最最精髓的东西 除了数字以外 还有一个字就是人 那么他学上樊池 曾经毕恭毕敬去问 问他 说老师什么叫人 老师淡淡地回答就俩字 说爱人 爱别人就叫人 然后樊池想想又问 什么叫智 老师又淡淡地说 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 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 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 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 就这么简单 所以孔夫子解释这个人 说夫人者 真正有人爱之心的人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尽取地 可谓人之方言 说每个人 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 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这个安身立命 那你也去立别人 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 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 我们自己想发达 你让别人也发达 你这么做了的话 叫做能尽取弊 就是在你最近的地方 你眼前看见这个人 他在街上有点事 你弯弯腰 举举手 就帮了他了 可谓人之方言 这就是仁义的方法 就是仁义的秘诀 人真正核心的 就是在身边做这件事 这让我想起来 我读大学的时候 在这个英语课文上 看到过一则 据说是托尔斯泰写的 一个小预言 那里面说呢 有一个国王 他每天都在思考三个 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什么人是最重要的 什么事是最重要的 什么时间做事是最重要的 然后觉得 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 闽思苦想 举朝大臣 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 后来有一天很苦闷 他就微服私房 自己呢 就下去去逛去了 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 结果就投诉到了一个 陌生的老汉家 一敲门人说你进来吧 他去了 到了半夜 他忽然被一阵喧绕声 给吵醒了 然后呢 就发现有一个 浑身是血的人闯进来 那个老头就像收留他一样 也淡淡地说 那人说后面有人追我 老头说那你就在我避一避 就给他藏起来 这国王吓得不敢睡 一会儿就看见追兵来了 追兵就问说 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 那老头说不知道 我这是家里没有过人 后来那些人闹闹地就跑了 然后那个人呢 洗净了血迹 感恩待得的 也就走了 老头关上门继续睡觉 第二天这个国王呢 就醉醉不安地问他 说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呀 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 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 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 那个老头淡淡地跟他说 他说这个世界上 其实最重要的人 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 离你最近的这个人 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 把这件事给做掉 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 一点不能拖延 那个国王恍然大悟说 哎呀他把我三个终极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这个故事又做了论语的注角 实际上孔子也罢 庄子也罢 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格尔 古今中外 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 总结出来一些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 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 让你要拿着放大镜 翻着瓷海 非常费劲 截曲熬牙 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 如果端着架子 那不是真正的圣贤 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 在千古之前 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 可以穿越沧桑 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 而他在千古之前 坚默地微笑着 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